话说天下大事,和久必分,分久必和,分分合合之间便谱写了精彩的历史,让我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。 每段王朝的故事都好似一首昂长的老歌,令人回味无穷,时光回到东汉末年,大汉王室衰落之后形成了以曹魏,蜀汉,东吴相互牵制,对立,合作的三大势力集团,精彩的三国乱世就此拉开序幕。 提起三国时期,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智多星诸葛亮,但在那个时候与诸葛亮齐名的还有三个人,国家,庞统,司马懿,而国家与庞统都是昙花一现就去世了。 只剩下一生之敌司马懿,而当时诸葛亮号称卧龙,庞统号称凤厨,那么司马懿的绰号是什么呢? 订阅近代时光者,带你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,想必很多人对于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都是从三国演义中了解的,可这部名著终究只是演义,而不是正史,虽然它是基于历史而创作的,但还是有些不合史实的,正所谓七分真,三分假,而让人们念念不忘的恰恰是这三分假,比如说诸葛亮三气周瑜,结果将周瑜给活活气死,但周瑜其实比诸葛亮活得还久。 比如说诸葛亮在城头高唱空城记,将司马懿吓得不敢出兵,其实那个时候司马懿还不是曹魏的主帅,再比如说,曹操在演义中是十足的反派人物,让人恨得牙根痒痒,其实纵观东汉末年那么多的主公,论文韬武略,没有人能比曹操更加出色,言归正传,在三国鼎立的大事件中,诸葛亮可谓是第一次华人,他也因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,自带主角光环的他, 还赢得了卧龙的外号,虽然诸葛亮的智谋在三国中是拔尖的存在,但并不是说没有人可以与之匹敌。 论智谋,庞统就不在旗下,江湖人送外号奉除,不过庞统的出现似乎只是一个笑话,因为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,便一命呜呼,如果真要在当时找出一位诸葛亮的对手,那一定非司马懿莫属。 既然诸葛亮外号是卧龙,庞统的外号为凤厨,那么司马懿的外号是什么?想必这个问题,很多人都不知道答案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诸葛亮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,在卧龙港耕田种地,其实他出身官宦之家,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农民,他之所以要当农民。 是因为他要效仿江子牙,等待一位能让他为之效命的主公,正所谓,江子牙钓鱼,愿者上钩,既然江子牙都能等来周文王,他诸葛亮又怎么会轻易说不可能? 诸葛亮的祖上在汉元帝时期曾做过私立校尉,诸葛亮的父亲在东汉末年也做到郡城,这也保证了诸葛亮的起点远比普通人要好,不过诸葛亮的童年是不幸的。 因为他三岁丧母,八岁丧父,本该被宠爱的年纪,却承受了人世间最为痛苦的生离死别,走投无路之下,他和弟弟诸葛君就投靠了叔父诸葛玄,此后诸葛亮和弟弟就在诸葛玄的庇护下长大成人,也正是因为他算是官吏之家,受过高等教育,才能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古奇文,出诗表,后来诸葛玄去世,诸葛亮和弟弟就在南洋耕田为生,成为了一个心系天下的农夫,开始钓鱼。 诸葛亮所调到的人自然是刘备,在他的辅佐下,刘备开始了发迹之路。 而诸葛亮也因此步步高升,只是最终诸葛亮要帮助刘备,兴富汉室的宏愿也没能实现,偶心力血之下,却为他人做了嫁衣,最终在遗恨中闭上了双眼,卧龙,终究没能翱翔于九天之上。 在三国这段历史中,谋臣阶层的出众者层出不穷,曹操身边的智囊团几乎各个是当时的佼佼者。 存在感不高的庞统,着实令人很是遗憾,庞统身怀不实之才,在当时是与诸葛亮并列的顶级谋臣,在他投靠刘备之后很快得到了重用,甚至达到了可以与诸葛亮平起平坐的地位。 如果说诸葛亮是儒臣,那么庞统则不受儒家的那套俗礼约束,他为了胜利可以不顾一切,以至于在刘备看来,庞统出的计策都太过损了,和他的人赐格格不入,这就导致了庞统很多行之有效的计策并未被采用,在夺取一周时,庞统就劝刘备对刘彰动手,结果刘备不仁导致计划失败。 庞统恨铁不承担,但却依然坚持效忠刘备,后来攻打落成时,庞统身先士族率兵攻城重见而亡,庞统的死很让人惋惜,甚至可以说是含恨而终,所以庞统并不单单是一位谋士。 还算得上是一位将军,后来刘备为了纪念他,亲自给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作为葬身之处,而埋葬他的地方被称之为落凤坡,而刘备对于庞统的死痕感伤,以至于每次提到庞统就会暗暗流泪,后来还被刘备追封为关内侯。 奉处终究在功成名就之前就折断了双翼,水晋先生司马辉曾对刘备说,卧龙奉处二人得一可安天下,这里面的奉处就是庞统,奉处,庞统这两个外号大家都比较熟悉,姜维作为诸葛亮亲自选择的接班人,他的外号也非常霸气。 幼齐,寓意幼小的麒麟,他一旦成长起来,将势不可挡,诸葛亮对姜维也刮目相看,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姜维,姜伯约钟秦时事,思虑精密,讨其所有,永难,既长诸人不如也,姜伯约甚敏于军事,既有胆意,身解兵意,此人心存汉事,而财奸于人,必较军事,当且义工。 规见主上,卧龙奉处,终究在时代的浪潮中,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笑到最后的赢家,自然当属司马懿,而他的外号则是,种虎,根据史料记载,司马懿的祖上是下官祝荣,此后历经商,周等朝代,一直承袭这一官决,后来下官被改为司马,这一戏就以司马为姓,一直传承到了司马懿,卧龙和奉处的外号,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,那么这个种虎又是什么意思? 种指的是坟墓,但种虎绝对不是埋在坟墓中的死老虎,而是一直潜伏在坟墓旁边的会吃人的活老虎,他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,一旦有人想要侵犯,他就会跳窜出来,给予致命一击,司马懿出生于179年,比诸葛亮大三岁,司马家族在汉末时期可谓是朝廷重臣,其高祖父司马君为汉安帝时期的征锡将军,祖父司马骏是颖川太守,父亲 司马坊更是经兆隐,可谓世代汉陈,司马懿在这样的环境下,自然是从小便得到了良好的教育,自有聪明好学,足智多谋,在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时期,曾一度拒绝曹操抛出的橄榄枝,在建安十三年,二百零八年。 曹操任成像后,便强行给司马懿安了一个文学院的官职,以防其投奔无数两国,司马懿一直到曹操二百二十年去世都未曾真正全权地捅过兵,毕竟司马懿素有英式狼固之下,但因为司马懿太过于聪明激进,从来就没有丝毫露出过自己的野心,所以曹操才在死后放心地将司马懿留了下来辅佐曹丕, 在曹操死后,魏国在无人可与司马懿相比,诸葛亮即刘备遗愿挥施北伐,预祝蜀国一统天下,魏国屡屡百镇,大将军曹真丢盔弃甲,逃回魏都许昌。 曹睿不得已只能启用司马懿上阵,一场龙虎争斗大展开来,二百三十一年,诸葛亮第四次出骑山,浩浩荡荡的蜀军将骑山包围,司马懿不得已只能迎击,诸葛亮准备展开决战, 但是司马懿看破诸葛亮军粮不足,立下命撤军,拒不出战,诸葛亮用尽各种办法,皆没法将司马懿调出来,后来反被司马懿一道反剑计,被刘缠召回了国,一直到二百三十四年,诸葛亮最后一次出骑山无果,最后病逝于渭水南岸五丈园,卧龙升天,司马懿再无敌手,只不过诸葛亮在死后还摆了司马懿一道。 用自己的生前的威名将司马懿和他的十万雄兵吓退了,诸葛亮虽然制绝天下,但是这场龙虎之争,却还是以司马懿最后的胜出而告终,毕竟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。 公元二百三十四年十月八日,卧龙接着凤厨去世后,便只剩下总虎,司马懿了,其实司马懿的总虎绰号,便已经将他的性格解释得淋漓尽致了,种自以为坟墓,总虎就是浮于坟墓中的虎,透露出阴险和凶狠,不出手则已,一出手就要将对方置于死地,为了最后的胜利,他可以一直隐忍,龙凤皆亡故,自然就是总虎的天下了。 最后三国也进阶归于司马家了,司马懿有狼固之下,曹操在世就对他小心防范,一直没有重用他,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,曹操临终前对曹丕说,司马懿这个人你可以用,但一定要防备他。 曹操死后,曹丕对司马懿很以重,可同样对他忌惮,没直接让他掌握军权,司马懿怎么做的呢,依旧不急不躁,一直在等待机会一击致命,如同折服在乱坟岗的老虎,曹丕死后, 多年折服的司马懿终于走上了三国最后的舞台,也终结了三国这段历史,司马懿以73岁高龄去世,这在当时绝对是高龄,有不少人据此调侃,司马懿是把所有对手熬死了。 而纵观司马懿的一生,这个外号是相当准确的,而他穷尽一生想要守护的自然是手中的权力,他虽然没能称帝,但却留给了儿子一个足以称帝的天下。 司马懿在曹魏兢兢业业的那么多年,其实一直在为他们司马家族的将来谋福利,他不仅抵挡住了诸葛亮的数次北伐,以及平定了辽东,而且还从曹氏的手里抢到了曹魏的大权,最终奠定了晋朝建立的根基。 司马懿一直都像蛰伏在坟墓旁的老虎一样,实际不道,他不会轻易出动,但是一旦被他抓住机会,对手便会被一击致命。 忠虎相比叫卧龙、凤处来说,无疑是最为低调的存在,但这恰恰说明了司马懿极具忍耐之心,正是他的人,让他达到了卧龙凤处达不到的高度。 忠虎才是三国乱世最终的赢家,但司马懿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被丑化的对象,即便到了清朝也是如此,比如史学家王明胜对司马懿的评价就很不客气,少壮则为卫画篡汉策,吉老又为子孙定篡位策,兴亡若至其亦可叹矣。